为什么不给鄱阳湖修个大坝呢 今年 鄱阳湖干成了鄱阳河 湖面变草原 鱼类搁浅 后鸟断粮 有些网友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鄱阳湖湖口修一个大坝 把水拦起来 不管气候多干旱 至少能保证湖里面有水嘛 相信立马就有很多人占钱反对了 我们要保护鄱阳湖的生态 不要建坝 不要建坝 千万不要建坝 大家都先别着急的反对 其实这是一个挺成熟的建议 而且我国已经酝酿很久了 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 这个项目就被提出来了 官方名称江西鄱阳湖水利水流工程 理定的鄱阳湖大坝位置 在长岭和屏风山之间 距离湖口25公里 这里是鄱阳湖的咽喉 宽度仅有3公里 两岸三体高耸 具有绝佳的建坝条件 当时的建坝理由和三峡非常相似 一是要满足防洪的需要 二是可以发电 鄱阳湖最大库容超过300亿方 顺便发点电 无可厚非 但作为长江流域 最重要的生态保护地 花这么多钱建一个发电项目 多少带点铜锈味 所以自带被怼怼的特性 也正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鄱阳湖建坝项目 嗤嗤未绝 虽然它本质上是一个防洪工程 具体是怎么防洪的呢 如今看来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从2003年这个节点 鄱阳湖开始发生了一点奇怪的变化 大家发现鄱阳湖的洪水不再那么可怕 反而是干旱更令人担忧 按照自然规律 每年的90月份 鄱阳湖就会进入枯水期 伴随着水位下降 湖面面积缩小 但从2003年开始 鄱阳湖的节律似乎被打破了 枯水期来的是越来越早 水位下降幅度也越来越大 湖面面积自然也大幅缩水 甚至出现了今年这样的极端情况 直白点说 鄱阳湖现在的枯水期 水域面积 湿地面积都大不如从前 枯水时间也越来越长 连鱼类和候鸟的生存都成问题 更不用说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了 依赖于鄱阳湖的灌溉 供水更是无从保证 200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成为一个转折点呢 这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作为一个通江湖泊 鄱阳湖的水位和长江水位息息相关 而2003年有一个重要的工程节点 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了 每年的迅期末 也就是90月份 是三峡水位提升的关键时间 在蓄水过程中呢 下游长江河道的流量同比减小 水位同比下降 与之相通的鄱阳湖 水位自然就跟着降 这个水位下降的过程呢 当然比2003年之前的自然状态来得更早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三峡蓄水的同时 截流了水中的部分泥沙 这就导致了下游的长江河道 冲发的多淤积的少 河道呈下切趋势 即使同样的流量 水位也比遗忘要低一些 也就导致了 鄱阳湖的枯水位低于往常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就形成了如今 鄱阳湖枯水期更枯的局面 要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呢 就是开头网友提到的方案 在鄱阳湖建坝蓄水 因此呢 2009年鄱阳湖水利梳理工程 被再次提上一层 建坝位置还是那个位置 但功能上不再是防洪了 而是以调枯为主 工作方式非常简单 在枯水期来临时 利用大坝控制下泄水量 让鄱阳湖维持一定的水位 保证生态用水 让鱼儿和鸟类都能快乐的成长 要求也不高 能够回到2003年之前的 平均水平即可 所以也不会额外的增加烟墨范围 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生态项目 为了显示诚意 甚至还直接取消了发电功能 大家总没有意见了吧 这时候有位同学就举手了 我还是有意见 鄱阳湖是长江的一个重要调蓄湖泊 在洪水期 上百亿方的长江洪水 倒灌进入鄱阳湖 可以起到很好的削辣洪水的作用 如果建了大坝 长江水进不到湖区 鄱阳湖不就失去了调蓄作用了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官方也有明确的强调过 鄱阳湖要修的从来都不是坝 而是水闸 水闸底部和河床平旗 每年的9月到4年的3月 也就是枯水期 放下闸门就可以实现挡水 每年的4月份到8月份 也就是洪水期 完全提起所有闸门 留在水中的就只剩下一排闸墩 相当于湖面上架了一座桥而已 对于水流的阻碍 微乎其微 长江和鄱阳湖之间 又可以畅通无阻了 诶 有同学发现了一个bug 每年的9月到3月 既然要放下闸门挡水 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 那些穿梭于长江和鄱阳湖的鱼类怎么办 为此在鄱阳湖建杂方案中 特别设计了多达4条鱼道 供鱼类在蓄水期间穿行 每年的4月到8月 才是鱼类回游的高峰期 而这个时间段 正好闸门又是全开状态 鱼类可以自由通行 非常的完美 为了照顾江屯这样的大型鱼类呢 还专门设计了4孔60米宽的闸门 这么宽的闸门 我也是闻所未闻 简直就是在挑战闸门尺寸的极限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充分体现生态项目的价值 除了生态效应呢 鄱阳湖建杂以后的调枯作用 还能有效改善湖区 枯水期的灌溉条件 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提升航运能力 这些都是不需要我多说的 有了足够的水位 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讲道理应该赶紧整呢 为啥还没有开工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我报喜不报忧了 但凡是大型水利工程 都会有利有弊 正所谓好事多磨嘛 这其中还涉及到很多问题 需要深入研究 大家可以把你们能够想到的问题 打在弹幕里讨论 今年的5月份 鄱阳湖水利枢柳工程 进行了第二次环平公式 公式内容长达1200页 其中有详细的建设方案 投资160亿 工期七年半 我把公式链接放在了简介中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给个三年自行取用 不知道经历了今年这样的大汉 这个项目会不会提提数 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一个大大的关注 我是工程师 许小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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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